三年前有位年輕人來到我們吉他市 說想買一支Watero的吉他 這個品牌其實是日本Fingerstyle大師 岸部真名用的吉他 作為一個吉他愛好者 其實在早年我已經幫岸部真名 搞音樂會的時候 已經接觸過這個Watero吉他 再加上在疫情前幾年 我特意飛過去日本 親自試過Watero 一試非常難忘 回到香港我跟自己說 一定要帶他回來推介給大家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間斷地去談代理 而過程當中都是非常艱辛 因為Watero的製禽師 曾田明夫為了品質 他每年的產量都只有10到12把 一直都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幸好最後他被我們的誠意打動 在2021年我們成為香港的代理 關於Watero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是拍片詳細介紹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入這條連結看看 而這位年輕人知道我們吉他士多成為代理之後 他就決定定制一枝夢想中的完美吉他 作為一枝半命的吉他 加上對Watero 賴以盛名的雙嵌逃亡的嚮往 特別在琴頭和紙板的In-A設計上 都用了不少的心思 在每一個細節和用料都來來回回地討論過很多次 為的就是做一枝他心目中完美的吉他 至於琴身的木材用料 反而是相對容易選擇 就是巴西玫瑰舞 既然追求完美、完成心願、毫無疑問 巴梅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由背板、側板、耳指板、琴頭、琴碼 甚至是燃鈕 通通都是用巴梅 兩年後的今日 在我旁邊這枝 就是由曾田明夫親手製作 總值20萬的Watero 吉他 這枝Watero 吉他珍貴的地方 除了它用料極致、In-A獨特之外 還有一個極少出現在Watero 上的設計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馬上打開看看 有愛一位 都有歐洲 後來的花 又是一頓的 他就做了 對 兩件事 但是 一件事 我們要看 一件事 我們要看 說 我們要看 如果可以 我們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合背脂板、字板及琴瑕 用了極罕有的巴西玫瑰帽 而它的殼名叫Jicaranda 拿上手時也有陣陣的木香味 大家都知道巴莓已經是被列為 噴淋絕種的物種 禁止坎德 所以賣少見少 而音色上是無容置業 低音厚實飽滿 而且它擁有非常長的弦音 而這個琴台的演繹就是中國古代神話人物上澳 以及一直陪伴它左右的玉套 有趣的地方就是當你彈結他的時候 上樂的視線角度就像看著你彈 再加上紙板的水波紋上面的明月 而近乎完整一塊白背地上上去 視覺效果一絕互相揮映 而它的面板上也有珍貼名膚的標誌性燕尼 另外這支結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Fanfet 這個設計極少出現在Waterroll上面 而Fanfet的設計可以令你彈 Finger style 的時候更加得分應手 例如如果你需要彈跨很多格的音的時候 跨的幅度是不需要那麼大 這樣會輕鬆一點 另外Fanfet 結他亦都被稱為Multi scale 結他 因為它每一條弦線都有獨立的scale link 一般結他是用special tuning的時候 例如open D 或drop D 的時候 聲音不多不少就因為drop tuning而減弱了 但你可以留意到Fanfet的結他 低音部分4-6線的弦是比較長 1-3線的弦是相對比較短 而弦線的長度和音色共鳴是有一定的影響 例如我們 tune 到相同的音的時候 如果較長的弦線的話 它拉力會更加大 所以低音的震動和弦音會加強 所以當高音縮短之後 高音的表現會更加突出 因為按Fanfet 結他令你彈special tuning的時候 是非常穩定的 高音亦相對突出 令旋律不會被遮蓋住 按Fanfet 絶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知Waterloo吉他也可以說來之不易 因為大約在半年前的製作過程中 曾田明富先生跟我們說 原本選好了的巴西玫瑰木背質版 在製作過程當中發現有瑕疵 所以決定砍吊重練 所以重新再給我們選另一套巴西玫瑰木的背質版 在與曾田明富先生保持互相配合和溝通之下 我們完全明白感受到他為了追求完美藝術作品的將人精神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留言、分享、讚、和訂閱我們吉他士多 我是Daniel 拜拜